深夜十一点多 白色轿车在大马路上呼啸而过 立刻被测速照相拍下一张罚单 这里是彰化射头的原型路和轮绕路口 限速50公里 白色轿车狂飙155公里 严重超速了100公里 真的是不要命 严重超速最终将开罚两万四千元 并掉扣牌照六个月 罚钱事小就怕高速飙车 一旦发生意外非死即伤 彰化射头的原型路 每到夜晚飙车族重机车 改装轿车通通出炉 丑的附近居民不得安宁 因为实在泰城有车祸 还曾发生死亡车祸意外 彰化线交通队 分别在福星乡和射头乡等车祸热点 加装了测速照相感 警方拿出后 一点还没寄出的超速罚单 新设置的测速照相感 四月一号上路限速50公里 光是射头原级路的这支测速照相 就狂拍了1492件超速 数量惊人 警方也呼吁驾驶人要依照速线行驶 别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华日宣伦们谢中意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